去年底我做了一期富士相机的选购指南视频 到今天这个视频仍然会收到很多的留言和私信 一年过去了 加上今年富士又出了几个新的机型 那这个入坑指南理所应当也该更新一下了 所以这一期咱们就重点来聊一聊 富士相机它的产品线是如何划分的 那每个不同的产品线它们都有什么特点 在2021年底了富士相机该去如何选择 那作为一个三年的富士用户 我聊聊我个人的看法 努力的帮大家做好这个入坑指南 很遗憾富士并没有签约和赞助我 手上这些相机镜头我全都是自己买的 所以这不是广告 纯粹是想给买富士 但因为种种原因 还没有去购买的小伙伴们 一点购买的建议 首先呢要表明这态度数码的产品呢选购方法永远都要本着一个概念 那就是买新不买旧 只要有新型号推出了完全不用考虑就去买这个最新的准宝没错 当然如果可以这么容易的就做出选择 那就不用我跟这给大家分析了 这个新型号呢也要看怎么个新法 并不是说在时间点上最新推出的机型 它就值得购买 那这个新呢指的是同一个产品线里的最新型号 比如说这个XT3 它这个系列最新的型号呢是XT4 但是啊这个XS10要比XT4呢要晚推出 那这并不代表XS10就要比XT4要更好 富士的产品线划分呀一直处于一个实践的阶段 那三年内呢我一直都看在眼里 无论是当年我在购买第一台富士相机的时候 还是今天 可以看出富士啊在不停的努力尝试 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风格的路 当然呢随着时间的演变市场主流的需求啊 也在不断的变化 为了迎合需求 富士也在一直创新 比如将原有的机型的不同特点融合在一起 然后推出全新的产品线 一些跟不上时代的呢就被废除掉了 所以各种型号琳琅满目 让刚接触富士的小伙伴啊挑花了眼 特别的难选择 那下面呢我就来给大家说说富士产品线的等级划分 当然呢这都是融入了我自己的看法 为了方便大家选择呀 我就从这个最贵的开始介绍 目前呢 X Pro是一条非常稳定的产品线 它呢也是富士非常重视的系列 可以说是富士的灵魂 那如神一般的存在 就是那种能跟前面插三根箱的级别 X Pro啊 它是富士X系列相机当中啊 唯一用钛合金的机身 而且呢还配备了最好 并且是唯一的光学和电子混合的渠定器 可以说X Pro系列呢是纪录给拍摄的顶级选择 比如说街拍旅行 是玩摄影的最高境界 当然它的价格呢也配得上这个身段了 黑色机身售价为1799美金 另外两个颜色呀都是1999 上市两年来呢我就没见过它降价 我呀个人实际上非常的喜欢这个系列 但是呀很可惜 它呢并不适合我这种常用三角架拍摄的 不是不能用 而是最新三代的那个反转屏幕呢 它打开的角度不太方便某些角度的拍摄 毕竟啊这台相机它的灵魂呢是那个旁轴设计 那如果像我这样用不上的话可就太浪费了 那另一条非常稳定的产品线呀 就是我买的这个XT3了 也是富士主打照片视频的全能系列 那目前呢它已经出到了第四代 XT4也是这个系列当中啊 唯一拥有机身防抖的相机 这个系列呢一直都属于很多面性的选手 视频和照片呢表现力都非常的出色 它们呢也是商业接单的主力机型 毕竟现在这个平面和视频的需求啊 都是很高的 XT4呢它标价是1699 像我手上这个XT3 它虽然没有防抖 但是其他的各项指标 其实都不输XT4 或者说呀几乎是一样的 在更新了最新的固件之后呢 还拥有了和XT4一样的对焦速度 它呢定价1499 看来呀那个防抖功能价值200美金 这个呢也是3和4的差价 不过呀这个目前XT3上市已经有三年了 所以搞活动的时候呢 它只要1199 2020年7月唯一一次打折只卖999 那就是为什么当时我毫不犹豫就买下了这个第二台黑色的999 实在是太划算了 最近啊富士偷偷的上架了一个全新的XT3 不带充电器只要1099 那也算是非常的划算了 如果您大多数时间都会使用三角架 也就是风景类的拍摄 或者拍摄视频都会用稳定器 那么XT3是这个系列当中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机型 如果您喜欢手持相机拍摄 还有呢暗光环境比较多 还是购买戴防抖的XT4会更保险一些 那至于XT1和XT2还值不值得买 我觉得呢二代还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一代呀它只有1600万像素 而到了二代呢就升级到了2400万 在高感光度上呢XT1也非常的有限 它的标准ISO呢是200到6400 那如果您买来是想要拍摄视频的 那么这两台旧的型号啊 我都不推荐 一代根本就拍不了4K 而二代呢只能拍摄10分钟 最高的帧数只有30帧 基本上呢就只能拍摄一些极短的素材 那如果您要求很简单 当然XT2还是勉强可以应付的 在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呢 我呢还是推荐大家努力一把上这个XT3 这个系列呢在这个三代这里啊 是一个质的飞跃 目前我已经使用XT3有整整三年了 这个系列呢非常的可靠 防尘防水的外观设计适合任何的天气 在使用上呢可以说没有什么缺点 那无论是带波盘的复古外形设计 还是自身的画质素质 我呀认为它都是富士相机当中最全能的产品线 当然体积相比较其他的机型来说呢 稍微大那么一点 这可能是很多人会有所顾虑的一个原因 当然啊拿它跟口袋机去相比较的话呢 它确实大了点 所以画质和便携性有的时候确实呢 不能同时都要 XH呢是富士相机当中 唯一以拍摄视频为卖点的产品线 那外形啊和单反的相机非常的相近 在2018年推出的时候 它的外形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 因为在那个年代呢 大家普遍都是在用5D3这样的单反相机拍摄视频 为了赢得这类单反用户的芳心 比如说我当时它的售价呢只有1899 和单反相比啊 简直就是太便宜了 而且呢它的素质并不差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XH1刚推出没多久 就被这个自家的XT3一上市 就直接按地上暴打一顿 那导致富士啊 至今都没敢再更新 XH这条线给伤了 毕竟啊只有精神防抖是不够的 拍照片还不行 那各项指标都不如这个XT3来的实在 所以输给这个自家兄弟呢 也是难怪了 您看我这个最后不就是买的这个XT3吗 不过呀 听说明年要出XH2了 我呢还是非常期待的 通常一个产品线呢 我是不会购买它的第一代产品的 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 通常第二代啊 就吸取了前一代的经验教训 努力的改过自新 并且如果新的型号不能有所突破的话 是绝对不敢拿出手的 所以呢我非常期待明年XH2的表现 我觉得XH系列啊 属于富士的一个新的尝试 算是一个翻外篇吧 因为它呢是一个专攻视频的机身 和以往的一些型号呢都不太一样 要说竞争对手 那目前就只有同样带有防抖机身的XT4了 所以说这个XH2啊 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特点 否则它如果比不过这个XT4的话 那么这个产品线就没有它存在的意义了 虽然我把这个XH系列放在了第三位 但是我相信当XH2推出的时候 它的售价将是富士相机当中最贵的产品线 小道消息说呢是不会超过2500美金 我呢猜测会是2399 那如果真的是这个价位 那它就足足跪出了XT4700美金了 那到底是什么超能力 让它敢标出如此高的价格 并且有信心打败自己的兄弟 咱们呢明年拭目以待 哎是不是越来越期待这种 窝里豆的宫斗大戏了 以上这三个系列呀 属于富士的一线产品 价格呢当然也都属于千元以上的级别 X Pro呢玩的是情怀 玩的是范儿 XT3、XT4玩的是全面 突出一个性价比 那XH能不能捕获一波视频的创作者 咱们呀明年先分枪 要说比较难辨别的产品线呢 就属这个XT30和XS10这两个了 在2020年11月呀 富士推出了全新的产品线 XS10 我呢之前也给大家做过了使用感受的分享 它的售价呢999 而和它差不多价位的呢 是XT30 899美金 从它们的型号上呢 也不能看出和上面那三个系列不同的是 这个系列呀 它都是两位数的型号 以10、20、30来命名 它们呢属于富士X系列相机当中的 中等价位的机型 数码产品呢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既然价格下来了 那肯定就少了点什么呀 XT30对标的其实就是XT3 使用的是同一块传感器 像素呢完全一样 照片的质量其实也不相上下 那少了这个外壳的防尘防水设计 鱼里边拍摄呀 您可就要小心点了 边拍功能相比这个XT3来说要差很多 不过这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呀 基本用不上 视频功能呢是被砍的最厉害的 它的内录啊只有8bit 最多只能拍摄10分钟 4K模式下呢 无法像XT3一样拍摄60帧的画面 那如果这些都是您想要的 那这个钱呢可能就省不了了 除此之外呢XT30这个系列 它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外观的设计 比较的扁平 左侧的这个波盘呢不像是XT3这样 是ISO而是功能模式的选择 而背后啊也没有这个十字按键 也就少了很多的快捷键的设置 我原本以为今年会更新XT40 结果等来的却是XT30的二代 它呢拓展了原有的机械和电子快门 增加了连拍的速度 最关键的是送了最新的胶片模拟效果 确实啊这几点更新的程度 真的是不足以推出XT40 否则可就太招骂了 虽然IXX10被大家评判为 最不富士的外观设计 但是架不住它是目前富士相机当中 最便宜的防抖机身 那就光凭这一个特点啊 就足够让它成为亮点了 要说这个防抖有没有用 我呢之前也做了视频的分享 哎您别说 哪怕就是日常的记录生活的话呀 无论是拍照还是视频 这个机身防抖呢 还真是挺有用 XT30啊它只能拍摄10分钟的视频素材 而IXX10它的拍摄上限就变为了30分钟 那这也更证明 XX10这个系列呀 它是主打视频的 所以如果您不介意 它不够复古的外观 我倒是觉得 XX10确实是目前很适合购买的一台富士相机 推出一年 我呀从来没见过它打折 因为这个XT302代啊 定价仍然是899 所以我推测 XX10啊 未来也不会打折降价 那毕竟机身防抖还是很值钱的 关于XX10这台相机在这儿啊 就不多说了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欢迎翻一下我之前的评测视频 至于老的XT10和XT20是否还值得购买 可以参考一下XT1和XT2的审核标准 因为这个1和10用的是同一个传感器 像素呢停留在1600万 而XT2和20是一块新的传感器 2400万 照片的素质啊 几乎是一样的 被砍掉的功能呢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套路 所以啊 您可以把它理解为简化版 既然这个XT123都有了简化版 那X Pro呢 也得有简化版 这个呀 就是XE系列 今年呢 刚推出了一个最新的型号 XE4 这个系列啊 它和X Pro同属旁轴设计 也就是这个相机取景器呢 它在旁边 拍照的时候 是在旁边看 区别呢 在于XE系列 它的取景器呢 是纯电子的 不像X Pro那样 有块玻璃 可以看到真实的画面 那话要说回来 我倒是觉得这个XE系列啊 是个很好的随身玩意儿 因为它呢 特别的小 如果搭配一个小点的定焦头 玩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 最新的4呢 比上一代多了 翻转屏幕 现在呢 是又适合自拍 又适合低角度拍摄了 可玩性大大的增加 当然呢 它的价格也不怎么便宜 849美金 因为是疫情下的产物 从今年初发布到现在 我也没见着什么时候上货 所以未来短期内的价格呢 会依然坚挺 我估计呢 今年打折的可能性不大 以上呢 是富士的三条中档价位的机型 那如果将它们对应顶级产品线 会是这样的 下面这三个机型啊 可以说是上面对应机型的简化版 下面来说说富士入门级的相机吧 2019年9月 富士推出了XA7主打美颜自拍 翻转屏幕呢 可以看到自己 也是方便自拍 2400万的像素呢 可以拍摄10分钟的4K视频 相机内呢 也是附带了多种自拍和娱乐拍摄的模式 它的缺点呢 是没有取景器 只能通过LED屏幕查看 那无论是外观 还是相机的功能上 都能够感受到 这是一款十足的美颜相机 套机搭配的是1545 整体来说呢 比较的轻便 属于口袋机型 偏向于日常的记录生活 那目前这款相机 好像已经处于停产的状态了 原价699是带镜头的套机 这个价位呢 也是富士比较标准的入门级的售价 另外一款同样699的是XT200 不过呢 这是单机价格 带镜头的呀 就是799了 这个系列呢 和XA7最大的不同是它有取景器 从二代的XT200开始呢 就采用了Bire Filter 也就是Bire传感器 那这也算是富士在入门机型当中 做的一个实验吧 XT100和200这个系列呀 我觉得它有点像小白鼠 我记得当时这个XT100呢 就是富士第一个采用电子防抖的机型 现在这个200呢 又换了个传感器 总之这个系列呢 我觉得目前发展并不稳定 我感觉未来呢 它有可能会去取代XA系列 也说不定 毕竟随着相机的成本的降低 大家呢 可能会选择直接跳过入门机 去购买中档型号 那么也就没有必要浪费两条生产线 去做入门的机型了 干脆不如把它们给合并了 给XT200这个系列呀 加点那个自拍美颜功能 不就齐活了吗 去年的这个入坑指南视频一推出啊 我就收到了很多小伙伴的抗议 说这怎么没有这个XT100呀 其实呢 在我心里这个系列 一直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说实话 我非常的喜欢XT100 从它的第一代开始 我就极其的关注 无论是它宣扬的整体理念 还是整个机型在使用时的那种感觉 我都觉得非常的带劲 但事实上 我从来没有买过任何一台XT100 不是因为它不够好 而是它呀 过于休闲了 如果不是做职业摄影师 我一定会买一台XT100 因为它机身呢 真的挺小巧的 并且呀 完全不需要考虑配镜头的问题 因为它就不能换镜头 其实这也少了挺多的困扰 富士呢 在前几年抛弃了自己的XT100 推出了XT100 这个举动呢 也真是让我很惊讶 实在是太失败了 因为XT100啊 根本就是和XT100同样的镜头 但是呢 外观却更难看了 目前这两个机型啊 都处于停产状态 只能在二手市场买到了 正因为XT100这条线 似乎被打入冷宫 不会再更新了 所以当年一度炒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价格 但其实呢 真没必要 因为这两台相机呀 它虽然都是2400万的像素 但是呢 它毕竟还都是卡片相机 拍视频也不太拿手 拍照片也一般 目前呢 富士只保留了XT100这条线 也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了 毕竟XT100才是我认为 仅次于XT Pro系列 最有富士味道的机型 最新的XT100V 刚刚换了外形的设计 还更新了一个镜头 但是啊 同时它的价格也提高了100美金 所以啊 我真说不好 到底是值还是不值 所以呢 买不买 还是看情怀和需求的丁吧 毕竟我觉得这个价位呢 还真不算便宜 最后呢 我想说说在买相机时的一些思路 在购买相机前呢 第一要考虑的是相机品牌 而不是型号 因为一旦选择了一个品牌 那就要死心塌力的走下去 因为每个品牌的镜头和配件 都是不同用的 第二要考虑的是镜头群 而不是机身 不同的摄影类别 对镜头呢 是有不同的需求的 先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镜头 再决定相机机身 该用哪一个 第三 大胆的展望一下未来 想想三年后的自己 会有什么样的需求 做一个长远的规划 第四 如果买了一套器材 没用多久啊 就卖掉 不仅会损失一部分投入的资金 也会折损学习摄影的热情 因为真正的问题呢 往往并不在设备上 第五 注意查看相机的发布时间 和产品线的更新周期 那去年的入坑指南 主要讲的就是更新周期 这个内容 除此之外呢 我认为轻便也应该是 大家目前购买设备时 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毕竟背包里除了相机 还会带很多其他的东西 那以前呀 是真没的可选 现在既然有了这么多的选择 那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尝试了 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摄影呢 是自己的事 开心就好 感谢收看 旅行摄影小可囊 我是ID 玩摄影 我是认真的 用富士相机呢 我也是认真的 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我也是认真的 就来烦了 我也是认真的 会 admit 没 这是我认真的 干时候 感谢观看